意大利对该国北部下了封城令 还有人记得吗 当初武汉封城时 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指责挖苦和嘲讽吗 国内一些民主人士还借机 跟着节奏冷嘲热讽 而对于口罩难求核酸检测设计核和病人的收治 这些过去西方媒体在中国疫情高峰期时重点炒作的问题 如今在欧美遭遇疫情爆发之际 似乎也重复了中国当时的境遇 但是他们给出最后答案似乎并没有不同 他们有习惯性的强调制度的不同 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区别 不过谁被打脸谁心里知道 连续两天新增确诊病例都超过1200人以上 这让意大利超过韩国成为在中国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在这种背景下 意大利总理孔特签署了紧急封城令 不少西方媒体称 这应该是中国武汉封城令之外 针对疫情防控最严格的封锁隔离措施了 但是在一个月前 这些西方媒体和观察家们显然没有想到 在一个老牌欧洲国家会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播 采取封城的措施 在武汉实施封城后 美国纽约时报等一些欧美媒体 马上跳出来 在报道中援引西方一些专家学者的话称 中国在武汉封城的做法是侵犯人权反应过度 如今在意大利做出封城抉择后 BBC的文章又在质疑这种措施的有效性 但是已经有不少人在问 如果英国发生了类似意大利这种疫情 能坚持着在疫情非严重的地方不封城吗 看看意大利目前面临的压力 连意大利总理孔特自己都说 实施此次封城的背景 是由于病人增长速度太快 医院处于高度压力和紧张当中 并出现了严重的医院感染事件 这时候如果不再控制病毒蔓延 局面很可能是导致意大利医疗体系的崩溃 到那时 意大利将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最终也还是学习中国的方法来控制局面 所以疫情是一面镜子 当西方国家的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他们这才开始体会到 当初中国面临的挑战有多大 面对汹涌疫情 要做出一个迅速见效的决策 得需要多大的决心和魄力 谁先放下偏见 谁就能占据抗击病毒的主动 这时候想必须可以用这个打派来说 人这个决策在她的决策会上 可以用这个决策想